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躲了我十年 这场婚礼能逼他现身吗 目光扫过大堂一角 我心头猛的一阵 是哥哥 他正躲在角落里 远远地注视着我 意识到被发现 哥哥从侧门闪身逃走了 我连忙丢下一众宾客 追了出去 我叫潘林 出生在东北一个乡村的小镇 2007年 12岁的我经历了一场人生的巨变 爸爸遭遇了旷难 妈妈一病不起 大伯带着一群人打上门 说我妈客死了我爸 让他滚出老潘家 我妈急火攻心 没几天就变撒手人寰了 我和大我三岁的哥哥潘涛成了孤儿 大伯成了我们的监护人 父亲的抚血金和老房的拆迁款全落在了他的手里 在乡林面前 大伯夫妇对我和哥哥疼爱有加 他们一边投以怜悯的眼光 感叹着 这孩子真可怜 一边郑重地叮嘱 长大了 得好好报答大伯 知道吗 我和哥哥却装着满心的委屈 不敢让泪流下来 有些人不知道 寄人篱下的我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睡在杂乱的小仓房里 吃不饱 穿不暖 每天要干很重的活 打骂更是家常便饭 一次 大伯家的客人发现我头上生了狮子 咽到了一句 该给孩子好好洗洗头了 客人走后 大伯母一边骂我丢了他们的脸 一边抓着我的头发狠狠地往墙上撞 温热的血顺着额头躺下来 我感觉不到痛 只有冰死的恐惧 他扔不解气 回身抄起了一把剪刀 在我身上乱剪一气 我满心惊惧地任他摆布 然后 我顶着流血的额头 跑到爸妈坟前大哭一场 沉沉睡去 恍然间 感觉自己被妈妈搂在怀里 我拼命地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果然被人抱在怀里 那怀抱好温暖 好柔软 我慢慢地抬起头 才看清了那个人的脸 是余婶 余叔余婶住在大伯家隔壁 大伯夫妇对我们的虐待 他们都看在眼里 只是与彪悍张狂的大伯夫妇不同 他们寡言少语 是老实人 经常被大伯夫妻负 余叔曾试着替我们说过公道话 却被骂乱造谣 挑补是非 从此他们只能偷偷地照顾我们 不敢让大伯夫妇看见 他们没有孩子 对我和哥哥很疼爱 没有人的时候 余叔会默默地接过哥哥手上的麻袋 放在自己的肩上 余婶会将手伸进冰冷的水中 替我用力地搓洗那一大盆的衣服 而藏在补好衣服里的 还有温热的馒头 包子 善良的余叔余婶 是我和哥哥人生至暗时刻的一束光 帮我们挨过了最艰难绝望的日子 只是次数帮得多了 仍不免被大伯夫妇发现 为此他们没少遭责难和谩骂 2009年7月的一天 大伯母一整天都没有给我们饭吃 我饿得直哭 哥哥跑去几条街外的小卖部 想透几个面包给我吃 不想被当场抓住 大伯把哥哥吊起来毒打了一顿 打完还觉得不解气 又把哥哥送去了派出所 想让警察把他抓起来 但没能如愿 那之后 大伯夫妇就到处说我哥是小偷 让大家都防着他 15岁的哥哥忍无可忍 一气之下离开了家 哥哥偶尔会偷着跑回来看我 大多数时间 还是善良的余叔余婶照顾着我 可最后 就连这一点温暖也失去了 2010年6月的一天晚上 大伯母突然扯着嗓子大叫 说下午刚取回来的两万现金不见了 警察调查后发现 事发这段时间只有余叔从门口经过 但没有证据证明钱是他偷的 只把他带到警局做了笔录 就把人放了 可大伯夫却不依不饶 一口咬定是余叔偷了钱 闹得人尽皆知 哪知第二天本分了一辈子的余叔 一时想不开 竟然选择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上吊自尽了 没多久 大伯夫妇离了婚 我刚好初中毕业 便跟着姐妹去省城打工 自谋出路 没人知道我离开还另有心结 丢钱的那晚 我看到哥哥了 那天傍晚 我去院外上厕所 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一闪 我开心极了 轻声叫了声哥哥 便追上去 可前面的人影脚步匆匆 我才跟了两条胡同 就跟丢了 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哥哥回来了 却不来找我 直到发生了丢钱事件 我才开始怀疑 难道那钱是哥哥拿走的 我不愿相信 一再地说服自己 当时天色暗 是我看花眼了 于是面对警察的询问 我选择了隐瞒 我很想听哥哥亲口告诉我 那些钱不是他拿的 可从那以后 哥哥就再也没有回来找过我 我的怀疑与日俱增 同时加深的还有愧疚 如果当初自己说了实话 于叔是不是就不会死了 我不敢面对于婶 于是选择了离开家乡 想着出去赚点钱给他 算是替我和哥哥赎罪 可现实很残酷 我几次差点流落街头 而这期间 总有人暗中对我伸出援手 我跟一起出来打工的姐姐租房 有人帮我付了房租 他去学美容美发 我却不用出学费 我知道 他和哥哥是小学同学 这一定是哥哥的安排 万分恳求追问之下 他才告诉我实情 哥哥不知从哪打听到他的手机号码 也只给他用公用的电话联系过两三次 他好像有难言之隐 不想让我们知道他的任何信息 害怕给哥哥带来麻烦 我不敢再联系他 但我能感觉到 哥哥一直在关注着我 我学得很用心 几年后终于可以自食其力了 有了微信后 我每天都会在朋友圈 分享自己的生活 希望哥哥知道我的状态 心里放心 这期间我也收获了爱情 和我一同做美发的张子浩 是个踏实可靠的男人 对我非常好 2020年 我和子浩打算结婚 因户籍原因 我回到阔别十年的家乡 这么多年 余沈一直独自住在原来的老房子里 我特意去见了余沈 拿出两万块钱给她 说谢谢她那些年对我们的照顾 余沈却死活都不肯要 她说自己不图回报 就是觉得我们可怜 也是真心的喜欢我们 这让我心里更加的难受 坚定的想要找哥哥 问清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决定逼哥哥一下 既然他一直了解我的动态 那一定也能看到我的朋友圈 我抱着诗诗的心态 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留言 在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 我期望能见到我最重要的人 哥 我等着你 在酒店后面的停车场 我追上了哥哥 边哭边垂着问他 为什么十年了 你一直都不出来见我 他眼中卷起痛楚的浪涛 嘶哑着声音说 小林 你不知道 我犯了那么多不可饶恕的罪过 我心一沉 那天晚上 我看到的真是你 你知不知道 我对警察撒了谎 这些年 我一直都在经受良心的折磨 一遍遍地骗自己 是我看错了 他先是一脸震惊 然后垂下头 两手插进头发里 肩膀剧烈地抖动着起来 嘴里喃喃地念叨着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哥哥坦白了当年的真相 那晚他回来看我 却看到大伯 悄悄地在藏根里埋了东西 他好奇地挖了出来 发现竟是两万元现金 想到这些年 大伯一家 对我们的欺凌 他怀着复仇的心态 将钱带走了 听见我叫他 哥哥心很慌 头也不敢回地跑掉了 只是拿钱时 是头脑一热 回去后 哥哥就后悔了 他不想让我知道 他竟真的成了小偷 他想把钱送回去 但一想到 当年自己紧偷了个面包 就被大伯责难成那样 便胆怯了 那些钱 哥哥没敢动 悄悄地藏了起来 但他又担心我受牵连 隔了些日子 偷偷地跑回村里 打探消息 却经文虞书上吊的恶号 哥哥觉得自己 是杀死虞书的凶手 极度悔恨下 他纵身跳进了村后的河里 想要以死谢罪 却被附近的一个 钓鱼的人救了上来 死过一次后 哥哥想明白了 他要多赚钱 好好地照顾余婶 以此来谢罪 同时他也得知我要去城里打工 很不放心 便打听到同行姐妹的联系方式 帮我出房租 并资助我学美发 哥哥开始拼命赚钱 在这之前 他当过服务员 在工地搬过砖 整天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后来他买了一辆二轮的三轮车 走街串向收废品 再卖给回收站 赚取一点微薄的利润 又一年 回收站的老板要回老家 哥哥用那两万元钱 把回收站对了下来 废品回收这种买卖活 又脏又杂又累 起初 哥哥不舍的雇人 每天一大早就开始收货 分类 打包 装车 常常要忙到夜里十一二点 经常连饭都顾不上吃 累得腰酸背痛 就这样 他一点点起家 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后来又瞅准了商机 投资了其他的一些生意 现在已经累积了不菲的身价 这些年 他以陌生人的身份 添加我为好友 一直默默地关心着我 却因为愧疚 一直不敢出来与我相认 后面的经历 哥哥没有细说 但我能从他轻描淡写的言语中 感觉到他在极力地克制 我能感受到 这些年他过得并不容易 婚礼结束后 我和哥哥去见了余沈 我们说好了 一起面对过错 绝不再逃避 余沈很开心 张罗着要做些好吃的 留我们吃饭 我和哥哥却扑通地跪在他面前 讲了压在心中十年的沉重秘密 余沈脸上的欣喜 一点点地褪去 他跌坐在椅子里 眼神痛楚地看着前方 过了好久 他终于开口 声音里满是疲惫 你们走吧 不要再来找我了 沈 哥哥忍了好久的泪 决堤而下 对不起 我不敢祈求你原谅 要打要法 随你处置 只要能让你心里好过一些 我可以去认罪 还余叔清白 余沈侧过头 抹了一把泪 耿着嗓子说 不用了 当年老鱼 已经用生命字正清白了 这些年 我受尽白眼 也没离开这里 就是在告诉每一个人 老鱼不是小偷 虽然你们本意 不是要害老鱼 但我也没办法 说出原谅的话 你们走吧 别再来了 哥哥对着地面 狠狠地磕了几个头说 你放心 该承担的 我一定会承担 然后拉起地上的我 转身向外走 身后传来 余沈压抑的背体 哥哥拉着我头也不回 一口气走出好远 然后停住脚步 铁青着脸对我说 小林 我想好了 我要去自首 我的心顿时乱成了一团 害死余叔的心魔 折磨了我们兄妹十年 我明白 要想彻底了结 只有勇敢面对 坦然承担 可是 我才刚刚找到哥哥啊 这么快又要失去他了吗 我都打听过了 张子昊是个好男人 有他守护着你 哥放心 好好生活 这是爸妈和我最大的愿望 他用力按了一下我的肩膀 转头大波地走了 我紧追两步 气不成声地唤了一声 哥 可他的步伐丝毫没有停滞 很快便转过街角 好像十年前的那个夜晚 他再度消失在我的视野中 哥哥主动去公安局自首 坦白了当年发生的事 不过因为他当时不够法定年龄 警方最终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不过 哥哥并不想就此罢手 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于叔是被冤枉的 几天后 在于沈家旁边的空地上 哥哥赤巨子摆了一场流水戏 邀请所有的乡林参加 大伯和大伯母也都来了 大伯再婚 婆娘也是个厉害角色 整天打得鸡飞狗跳 大伯母再嫁了一次 没两年又离了 只好回来和儿子儿媳一起过 据说婆媳关系不好 过得并不顺心 大伯亲热地拍着哥哥的肩膀 大声说 看我大侄子多有出息 大伯也算没白疼你 哥哥垂下肩膀 让他的手滑落下来 没理他转身就去招呼别人 大伯善善地带着婆娘在一旁坐下 安排好一切后 哥哥突然扑通地跪在余婶的门前 大声说出了当年发生的事 安静的人群历时发出了一阵嗡嗡的低语 大伯首先跳了起来 妈妈咧咧地叫道 我当时就怀疑是那个臭娘们 竟然跟老子玩阴的 远远坐在另一张桌上的大伯母 立刻冲了过来 气急败坏地指着哥哥的鼻子咆哮 你有什么证据 不要红口白牙的怨好人 你自己就是个小偷 还敢冤枉我 那么当年你们没有证据 又凭什么咬定余叔是贼 哥哥眼中愤怒地要喷出火来 大伯母的气焰不由地矮了几分 缩了缩身子 狡辩道 我们自己家的钱 我为什么要藏起来呀 你个小兔崽子 就是怀恨我当年对你不好 要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 谁说你没有动机 还没等哥哥接口 一旁的大伯叫起来 当时咱们正闹离婚了 你这分明就是想转移财产 接着大伯义愤填硬地说 都怪这娘们 我当年也是被他给蒙骗了 可惜老鱼兄弟 怎么就那么想不开呢 说着使劲想挤出点眼泪 大伯母急了 不管不顾地叫道 还好意思说我 咱家那些股票 一说赔就赔的就剩这儿了 只剩不到三分之一的钱 其实根本就没卖 后来还翻了翻呢 你当我不知道啊 两人互相接起短来 最后吵红了眼 大伯给了大伯母一巴掌 大伯母也不示弱 伸手就去挠他 眼见场面混乱不堪 旁边的人赶紧把他们拉开 等到两人都住了口 跪在地上的哥哥冷笑了一声 大伯父 您自己责的倒是真干净 这些年睡觉的时候 就一次都没梦到过 虞叔和我爸妈吗 大伯脸色一变 涛子 这话你得讲清楚 事情你也说了 钱是他藏的 然后被你拿走了 我只是受害者 和我有什么关系 当年警方根本就没有认定 虞叔偷了钱 最终是谁把他逼上了绝路 哥哥抬起头 瞪着血红的眼睛 看着大伯 您难道忘记了 当年是怎么带着一伙人 去虞叔家翻脏物 没找到就砸了他的家 又是谁到处散布谣言 说虞叔是小偷 不是你们到处泼脏水 虞叔怎么会走上绝路 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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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了解情况吗 大伯辩解 不了解情况就给人乱扣帽子 虞叔死了 你就从来没有感到过良心不安吗 大伯脸仗成了猪肝色 一边用手擦着额头的汗 一边嘟囔 我哪知道老鱼会想不开 你就是凶手 我们大家都是 哥哥嘶吼道 脖子上的青筋蹦起老高 就在这时 门开了 鱼神走了出来 他脸色苍白 眼睛红肿 显然刚哭过 他面无表情地 对跪在地上的哥哥说 我不是说过 别再来找我了吗 事情我都知道了 老鱼的清白 自在人心当中 不用你来证明 你走吧 我不想看见你吗 鱼神说完 转身想要回去 这时 村主任张叔叫住了他 他神儿 你听我说两句 这件事的确是 涛子做错了 但这良心债 孩子背了整整十年了 这些年他一直在 想办法弥补 涛子本来就不让我说 但我觉得 你还是应该知道 这时我们才知道 这些年 哥哥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 默默地照顾余沈 余沈没有孩子 哥哥想给他提供经济的帮助 但又担心他不接受 便以慈善机构的名义 设置了 关怀孤独老人基金 托村主任 每月给余沈送钱 逢年过节 送各种的生活用品 帮余沈的同时 也让村里其他的孤寡老人 受了益 余沈生病 哥哥也会求张主任 帮忙找人照顾 治疗费 看顾费 都由他买单 大家还记得 这胡同以前 是什么样子吧 一下雨 进出都困难 后来为啥 铺成了水泥路呀 那都是因为 那次下雨路滑 你摔伤骨折了 涛子知道了 捐了一大笔钱 就是为了 让你出行方便呀 那年政府拨款 将土路换成了水泥路 可钱款只够修大的街道 村领导动员 每家出几百块 集资修一下各条胡同 毕竟这是提高 大家生活质量的事 可有好些人家 不愿意出这个钱 直到我哥 以好心人的名义捐助 才为大家解决了 这个大麻烦 原来涛子就是那位 不留名的好心人呐 当年缺口 可有十几万呐 乡亲们 你一言我一语 张主任愧疚地继续说 起初他以为我哥不留名 是赚了大钱 害怕老家的穷乡亲 找他要帮扶 直到有一年 他去城里办事 路过哥哥总是 邮寄东西的地方 便想去感谢一下他 才发现当时的我哥 只不过开了个废品回收站 虽然年收入还可以 但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富有 他吃住衣着简朴 跟其他城市里的打工族 没什么两样 张主任细数这十年来 哥哥默默为余沈 为大家所做的事 众人不由一阵唏嘘感叹 余沈眼角湿润 看了看跪在地上的哥哥 沉默良久 轻轻叹了口气 语气也柔软下来 桃子 其实你没必要做这些 也不要再有什么心理负担 沈不怪你们 就是看到你们就想起老鱼 心里过不去这个坎 我知道 你们都不是故意的 你们也没有料到 这事会给你叔带来灾难 叔到底这事 是他自己当年没想开 钻了牛角尖 余沈哽咽地说不下去了 婶儿 哥哥喊命地用头磕地 额头伸出血来 都是我不好 不是我害死了余叔 余沈连忙伸手拉住他 哥哥痛哭流涕地说 如果当年没有您和余叔 我真不知道和小林 怎么挨过的一些日子 我永远都忘不了 余叔为了帮我扛木头 砸伤了脚 还有小林 那次半夜发高烧 大伯他们理都不理 是余叔背着他去针索打针 是年少了他一夜 大伯还怪你们多管闲事 那年我过生日 您偷偷给我煮的面 是我记忆中吃过最美味的一碗面 以前只有妈妈记得我的生日 您一针一线支撑了毛衣背心 我到现在都保留着 他在最寒冷的时候 给了我最贴心的温暖 是您和余叔 让我们在失去父母后又感受到了爱 这么多年 我都生活在悔恨中 我总是梦见余叔 他在梦里说不怪我 可我不能原谅我自己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余叔 在哥哥的回忆中 我们兄妹俩泪雨磅礴 很多乡邻为之动容 跟着一起抹眼泪 余婶也以气不成声 大伯和钱大伯母的脸 一阵红一阵白 在众人鄙夷的目光中 他们终于低下头 当着大家的面 亲口向余婶道歉 承认当年是自己的恶意中伤 导致了余叔的死 余婶原谅了我们 而我们也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照顾他 为了让余婶一养天年 哥哥在城里买了一套大房子 想把余婶接过去一起住 起初他没同意 我们只好周末节假日 回去看望陪伴他 看得出余婶很高兴见到我们 但又总是心疼地念叨 我挺好的 你们工作忙 总这么跑来跑去 多辛苦 要是觉得我们辛苦 婶儿 您就搬过去和我们一起住吧 这个时候 我俩就会不时时机地劝他 他笑笑 但还是摇摇头 我们知道 他不想给我们添麻烦 2022年3月的一天 我给余婶打了几次电话 都没有人接 便请邻居帮忙看看 结果发现他晕倒在家中 我们一边拨了急救电话 一边火速赶去 索性就已及时 余婶没有大碍 我和哥哥轮流在医院陪护 同病房的病友 一个劲地夸他有福 说姑娘儿子都真的很孝顺 余婶脸上浮出幸福的笑容 出院后 余婶意识到 住得远反而更拖累我们 终于同意了 搬去和我们一起生活 我们把余婶当作妈妈 也要孝敬 而她也像对待 亲生子女一样 对待我们 总是极尽所能地 照顾我们的一时住行 也时常唠叨着 让我们注意身体 我们都异常珍惜 这来之不易的团圆 风风雨雨十多年 两个孤儿又有家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